小米集團的問題 有個朋友想問 買入的時候什麼價位好 因為見到今天都可以收穫20元以上 有個技術反彈 這個技術反彈暫時用10天線為止 大概是21元附近 這個可能是短期的一個助力 如果想入的 看看你是做多短線或者做多長線 再短線一點 如果你是說21元一個助力的話 這個位置入其實那個通間也不是很大 你沒什麼肉食的 不如就等它下一轉 下一轉如果它落到50天線 我相信都會有些反彈的 大概19元這些位置 那中線一點看 中線一點看 我認為那個調整會持續的 持續的原因就是之前 其實它炒上25元那個理由已經不存在了 那之前炒上25元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因為制裁華為 其實早兩三個禮拜 市場的份額會過到小米身上 因為早兩三個禮拜 我們都在這裡談過 就是華為的手機 究竟可以出到什麼時候 大家覺得可能明年年中之後 它就沒辦法再出新手機了 但是後期尤其是近來 其實環境變化都很快 尤其是Intern和AMD 拿了美國商務部的批文 可以恢復對華為的功課 同一時間台積電 包括剛剛所說的中芯 或者其他的一些芯片製業 做商 即是芯片的工廠 其實都在向美國商務部 申請批文 那如果真的獲批的話 那就是華為可能部分的業務 是可以持續的 那這個也是看到 美國商務部的態度 究竟封殺華為 整間要封殺 即是要整間撿 還是說其實真的針對 它回收相關的機站的建設 因為如果你說從美國 針對中國的戰略考慮來看 那其實它針對華為 就真的沒有必要 是針對它的手機市場 是啊 即是它出手機 其實對 無論對美國的科技產業也好 或者是對美國市場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正面的作用 即是你封它手機 其實真的沒有point的 但是你說針對它回收相關 即是機站那些建設 就可能就和它之前的戰略的考慮 其實就稍為一致 那這個其實也都證明了 就是似乎如果你要做手機 那樣東西 其實你真的可以繼續不做 好了 那變成了 其實華為的手機業務 是真的有機會可以持續下去 如果華為的手機業務 繼續持續下去的話 那之前大家憧憬華為 退出市場 小米可以佔有部分 即是手機市場的衝勁 其實就已經不存在了 那就是之前炒上25元 那個最大的藉口 或者理由 都已經不存在了 再加上入行指都已經入了 那這個真的有機會調整 下去彈上去那個平台 即是18元以下的位置 所以長遠一點點來看 我覺得都真的要等它 調整到18元的時候 才可以考慮一下中線的部署策略 是啊 如果中線的話 看看市場 包不包它 接下來很努力 找一個新的增長點 因為9月27號的時候 隔力、小米和中信銀行 簽署了戰略合作 隔力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A股上市很大間 董明珠那間 沒錯 它都有一些 加電等等相關的產品 如果小米就是做物聯網 也有專能加電 我不知道這裡會不會有 還有一部戰略合作的空間 但因為他們提到金融服務 產業基金 項目合作 資源共享等等方面 開展深度合作 1 2 1 1 2 2 2